记者王景义花莲报道,花莲0206强震造成花莲市中华路上的远东百货就管变为楼,一楼柱子都爆裂露出钢筋,引起当地居民恐慌要求立即拆除,县府也发文要求远东集团紧速拆除为楼,远东集团顾请专业的营造公司进行拆除作业,县长傅坤其今早率一级主管及工程人员到现场关心, 并涉案祭祀,祈求工程顺利,预计月底前拆除,位于花莲市中心精华商圈的远东百货就大楼1991年2月开幕,在远百之前大楼是新第一百货公司,而百货公司的楼上是国际大饭店,拥有260间客房,以及花莲唯一的透明电梯,可秒看花莲全景,大饭店里的财生茶楼,高山清晰餐厅和宅兴酒吧, 全都是老花莲人回忆,就远百在921地震后就层船结构不问问题,大楼后方还有钢粮补墙结构,2009年10月远百前往目前和平路新址。 0206地震,就远百一楼许多粮柱水泥爆开,当时地震后规模5以上的余震不断,附近居民由新大楼倒塌为及居住安全,还挂白布条抗议要求远百立策拆除大楼,建府会同结构计施查沽,发现就远百大楼已成为楼,且补墙也无法改善。 除贴上违罗个红单,也发文令业者紧速拆除,远百也回应将配合县府进行拆除作业。 228当天,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与土木济世到花莲研究拆除计划,当时强调未来原地重建的大楼将会成为花莲建建筑好榜样。 傅昆奇说,就远百拆除工作即日起开始,花莲所有红单位楼都拆除完毕,充建的工作将在这周展开,会以最快的效率从旧人救灾复远到重建, 让所有乡亲得到平安的保障,也呼吁国人行动爱台湾,牵手来花莲,目前花莲所有的景地貌都已经回复,可到这看看美丽花莲,也希望中央提出有效的方法跟对策,来振兴花莲观光,让地方产业尽快复苏,希望国人一起到花莲支持花莲, 恳惜花莲,也感谢前总统马英九在这时刻到花莲各景点,告诉大家花莲非,尝得安好。